今天4月电费全面调涨 为了因应电价提升 那明年度总预算 府院各部会的水电费用也大幅暴增 除了总统府跟司法院的追加 都超过600万预算 国防部更增加超过2500万元 而国安局更被发现 新年度编列的9257万元水电预算 其中有超过8800万都用在水电费上 那也让在野党直呼不合理 扬言闪减 假期高温眼了 4月起电费却全面调涨 不仅让不少民众大谈吃不消 现在更被抓出 就连府院各部会新年度的水电预算 也跟着大幅暴增 摊开前后两年 中央政府总预算对比 几乎每个部会调整幅度都相当大 总统府113年度水电预算为2265万元 但明年度新增649万 只逼3000万元 司法院新年度预算也追加699万 增加幅度达到60% 为五院各部会最大 增加金额最多的则是国防部 一口气新增2532万元 新年度水电总预算达到1亿8541万元 而国安局预算也新增超过千万 114年度水电预算为9257万元 但其中就有超过8800万元 有余电费 国安局果然比较珍贵 完全不会亏待自己 所以公家冷气是毫不心软 花人民的纳税钱是毫不手软 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我们也一定会为人民勘紧合包 新年度水电预算跟着电价上涨 先起在野反弹 预算书才刚送进立法院 就喊看 扬言错误能源政策 不能让人民买单 不过绿营也挑出来帮忙还家 强调相关水电费增减 都是合理 详实反映 用电成本的预算编列 似乎已经把它无限上纲成为 能源政策的正确与否 这样的话就是进行政治操作 电价节节攀升 水电预算也跟着波动调整 在如何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 全民也都在监督 剪菜统张明杰台北报道